我的兄妹们大家早上好啊 喜也好,忧也好,有耶稣的陪伴是最好 荣耀归上帝,哈利路亚 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四 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于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灵修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我们是光 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吧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你们都是光的儿女,是白天的儿女 我们不是赎夜的,也不是赎黑暗的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圣经在以福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中说 从前你们是黑暗 但现在你们在主里面是光 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的儿女 我们的主题经文说 你们都是光的儿女 你是光的儿女 如果你是光的儿女,你就是光 这正是圣经所说的哈利路亚 主耶稣对犹太人说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 相信这光使你们成为光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节 耶稣告诉他们要相信这光 好叫他们成为光的儿女 但是他们没有 我们相信了,就得着永生 并成了光的儿女 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说 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你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太不可思议了 同样想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中说的话语 他说 我在世上的时候 我是世上的光 他希望你的生命是怎样的呢 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 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 许你们无可指责 许良在这弯曲变态的世代 做神无可责备的重子 你们在这世界上 好像明光照耀 我们就像在黑暗世界中照射的光 我们有天赋的心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 因为神爱世界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他们 所以我们必须用天赋的爱去爱人 他是照亮这世界的一部分 当耶稣说要让世界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他所说的是义的行为 要全力以铺的传福音 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神 这就是全人类问题的真正的解决方案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把救恩带给每个相信的人 荣耀归给神 哈雷路亚 让我们一起宣告吧 我是黑暗世界中的一道光 我的光照耀在每一个角落 我全心委身于全世界的灵魂带导 以及传播福音 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 使人得救 在耶稣的名里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TPT 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祂为我而死 神又使祂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祂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祂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祢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